在此前的晋阳之战中 北齐成功击退了北州和突厥的联军 但仅仅过了半年 北州再次卷土重来 他们联合突厥部落进攻北齐 公元564年10月 宇文户征集了20万大军 兵分三路大举伐旗 中路军由宇文户的表弟玉池炯挂帅 带领宇文县、达西武、王雄等人 率兵十万直奔洛阳 南路军由大将军全景宣为主帅 进攻玉州的玄户 北陆军则由邵州刺史杨彪率领 前去攻打指官 从此次派兵布阵也可以看出 中路军是进攻主力 此次宇文户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一举荡平北齐 三路大军同时进发 北陆军杨彪由于轻敌大义 中了北齐太尉楼瑞的埋伏 最终全军覆没 杨彪也兵败投降 南陆军则顺利拿下了玄户 中路军在玉池炯的率领下 驻扎在芒山 随时准备对洛阳发起进攻 听闻洛阳告急 高湛马上派出大将军 胡绿光和蓝陵王高长公前去救援 高长公是高成的四儿子 不过史书上并未记载他生母的姓氏 因为他生母出身过于卑贱 甚至比娼妓还要低 不过高长公并未因此自暴自弃 反而在低调内敛中不断后击搏发 此前在晋阳之战中 高长公在战斗中立下大功 被高战提拔为兵州刺史 如今洛阳告急 他又被围以重任 率兵五万前去支援洛阳 此时洛阳已经被玉池炯围困了一个多月 形势岌岌可危 城内将士已经打算开城投降 关键时刻 高长公率领五百铁骑 满身重型盔甲 杀进北州大军 将北州军队阵型冲乱 洛阳守军见高长公犹如天神下凡 士气大震 遂打开城门 与北州军队决一死战 在高长公的冲击下 北州军队阵脚大乱 不得已而退兵 随着中陆军和北陆军大败 南陆军见大势已去 也只能撤退 至此北齐面对北州的进攻 再次取得胜利 蓝陵王高长公由于表现出色 被提拔为上书令 此次他率领五百铁骑冲锋陷阵的事情 也被鲜卑将士们改编成流传千古的 舞曲蓝陵王入阵曲 此次失利让宇文户颜面扫地 这次失利是北魏一分为二以来 宇文家族遭遇的最大一次失利 为了平息国内的愤怒 宇文户主动向宇文雍请求降罪 对此宇文雍非但没有怪罪他 反而找各种理由给他开脱 此役过后 北齐国内出现了彗星当空的现象 高湛认为是不吉之兆 后来在狂人足挺的建议下 高湛决定 善位于自己的儿子 公元五百六十五年四月 年仅十岁的太子高伟正式登基 高湛成为了太上皇 不过高伟只是名义上的皇帝 真正的大权还掌握在高湛手中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的陈朝 陈朝皇帝陈倩平定完诸侯叛乱 杀掉陈霸仙的儿子陈昌后 皇位总算得到了稳固 陈倩之所以能当上皇帝 大将侯安都坐拥投工 后续平定各地叛乱 也几乎都是侯安都的功劳 此时的侯安都已经身兼势中 征北大将军 北徐州刺史等诸多核心要职 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侯安都是跟随陈霸仙起兵的元老 他在军中的地位无人能及 在朝中的威望也非常高 在动荡年代 侯安都是定海神针 如今陈朝国内一片安定 侯安都就成了皇帝的一个心头病 更让陈倩难以接受的是 侯安都为人非常骄横跋扈 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经常在言语上冲撞陈倩 有一次 他向陈倩请求借皇宫来招待宾客 并大摇大摆地坐在龙椅上 此举彻底惹恼了陈倩 后来忍无可忍的陈倩 借机宣召侯安都进宫一事 然后以谋反的罪名当场将其诛杀 诛杀功臣固然有伤果本 但自古以来自事功高 不懂进退的众臣都难以有好下场 如果侯安都读过张良 就应该知道如何自保 不过到了未及人臣的位置 很少有人能够像张良一样 懂得急流涌退 侯安都被杀并未在国内引起多大波澜 因为侯安都得罪了太多人 再者 陈倩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 他在位期间历经图治改善民生 在国内口碑极佳 但好皇帝不常有 长寿的好皇帝更是奢侈品 公元566年4月 在位六年多的陈倩一并不起 他自敢时日无多 太子陈伯宗尚且年幼 于是打算传位于自己的弟弟陈虚 但陈虚坚决不受 并承诺全力辅佐太子 几天后 陈倩去世 享年45岁 陈倩是南朝少有的几位明君之一 陈倩去世后 太子陈伯宗顺利继位 视为陈废帝 陈虚作为首席辅政大臣 在朝堂上大权独揽 权力是最好的春耀 在绝对权力面前 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了诱惑 陈虚也不例外 大权在握的陈虚 将同为辅政大臣的 道仲举和刘诗之赐死 一时间满朝文武 乌不震惊 陈虚的行为 让镇守一方的诸侯 非常害怕 公元567年6月 襄州刺使画角 起兵造反 陈虚派大军前去镇压 画角自知不敌 遂向北州求救 北州大臣们认为 不应该出兵 毕竟这些年和陈朝关系保持着不错 但宇文互想找回颜面 于是力排众议 决定支援画角 他派宇文直前去支援画角 但陈朝大军士气正胜 最终将北州和画角的联军打得大败 北州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宇文直等少数将领逃了出来 陈朝大军这场胜利 让陈虚的名望在国内达到顶峰 根本无人能及 他决定废掉小皇帝取而代之 公元569年正月 陈虚将陈伯宗贬为林海王 陈虚正式登基称帝 视为陈宣帝 当初陈倩为了将陈虚从北州手中赎回 割让了好几座城池 如今陈伯宗被废 陈虚并未打算放过他 不久之后 陈伯宗意外死亡 史书上并未记载陈伯宗的具体死因 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何人所为 只能说 生在帝王家 权力斗争要远远高于亲情的 在陈朝发生动乱的这段日子里 北方的高战却过得非常滋润 他自封为太上皇之后 便将朝堂大事交给了宠臣和侍开 而他一头扎进后宫 专心行淫乱之事 历朝历代都有短命的皇帝 皇帝短命不一定是淫乱直接导致的 但两者有直接关联 南朝梁武帝刚做皇帝时 也比较淫乱 后来 他信奉佛教后 便远离女色 如果不是被侯景饿死 他很有可能活到九十岁 尽管高战明白淫乱的危害 但他对此视而不见 如果当皇帝不是为了淫乱 那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公元568年10月 高战重病不起 没过几天便去世 享年32岁 高战掌权的这几年 北齐由盛转衰 电视剧《陆真传奇》 将高战美化为英勇善战 才情横溢君主 实则截然相反 而女主角陆真的原形实则为陆令轩 他只是高伟的奶妈 而其他的形象也是经过高度美化的 高战去世后 13岁的高伟正式亲政 由于缺乏治国经验 高伟将朝中大事全部交给了何世开 此时的何世开已经一手遮天 他甚至公开和胡太后私通 就在何世开以为没人能制衡他的时候 陆令轩却横空出世 陆令轩的丈夫因为谋反被杀 他被送入皇宫为奴 机缘巧合之前成了高伟的奶妈 陆令轩是一个非常善于阿谀奉承的人 深得胡太后的喜爱 后来被封为女侍中 当时高伟看中了一个婢女 名叫穆皇花 高伟一直想把她纳为嫔妃 但因为穆皇花出身过于低贱 致使她没有资格成为嫔妃 陆令轩见高伟对穆皇花非常痴情 便主动认她为干女儿 穆皇花因此有了贵族身份 在陆令轩的帮助下 穆皇花成了正式的嫔妃 高伟因此十分感激她 陆令轩为了进一步巴结穆皇花 让自己的儿子改姓穆 从此 她的儿子从洛提婆改成了穆提婆 穆提婆从小和高伟一块长大 关系非常好 后来高伟封她为五位大将军 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高伟亲政后 把当初拥立她的族庭请了回来 并提拔她为秘书间 此前 族庭因为得罪和事开 被高站打进地牢 并因此双目失明 陆令轩听闻祖替足智多谋 便将她拉拢到身边作为帮手 足挺的加入 让陆令轩集团的实力猛增 逐渐能与和事开抗衡 双方共同把持朝政 相助之间斗得死去活来 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 北齐朝堂的混乱 也让北周得到了可乘之机 北周的宇文户 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五年前那次失利让她威望大大折损 她急需一场大胜来重新树立威信 公元569年 北周境内发生内乱 孔城的叛军杀死了首将向北齐投降 宇文户借机出兵 他派宇文献和李牧等人出兵河南 目标直指洛阳 北齐则派出段韶 胡绿光和高长弓前去应战 他们三人被称为北齐三杰 他们的出现稳定住了战局 但不幸的是段韶在作战的过程中 染上重病 返程回去后不久便去世 段韶算得上北齐的顶梁柱 他的去世让本已经风雨飘摇的 北齐更加雪上加霜 段韶去世后 胡绿光和皇帝高伟之间 也出现了裂痕 胡绿光是高伟的岳父 此前胡绿光打圣仗班师回朝的时候 还未到达夜城 高伟就下令让军队就地解散 此事让胡绿光很为难 因为将士们打了圣仗需要得到赏赐 于是胡绿光没有解散军队 而是上书向皇帝请赏 高伟迫于压力 不得不派人前去犒赏全军 但也因此和胡绿光产生了嫌隙 高伟的危机远不止于此 他的同胞弟弟高掩队和士开 陆令轩等人擅权专政一事非常不满 打算除掉他们 此时的和士开 党羽遍布朝野 除掉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不过只要方法得当就能实现 为此高掩找来了胡太后的妹夫冯子聪帮忙 冯子聪担任士忠一职 对于和士开集团的打压非常不满 冯子聪为人足智多谋 在他的策划下 一个完美的方案出炉了 公元571年7月 高掩命御史弹劾和士开 并请求将其下狱 奏折写好后 冯子聪将其混入一大批奏折中 等待高伟批阅 高伟对政事根本不关心 为了节省时间 所有的奏折都会批阅准奏 这其中就包括逮捕和士开的奏折 高掩拿到皇帝亲笔批阅的奏折后 当即下令让将军库迪福连前去捉拿 库迪福连对此比较犹豫 因为朱沙和士开这种大事总会出一点丰盛 但他丝毫没收到这种信息 为了稳妥起见 他决定请示皇帝 不过他的级别见不到高伟 便请示中冯子聪作为转达 冯子聪早就料到如此 便告诉库迪福连 这是皇帝玉笔亲批 不会有错 如此一来 库迪福连打消了疑虑 当天夜里 库迪福连带领几十名士兵 埋伏在和士开的府邸 将毫无防备的和士开当场逮捕 然后送到御史台受审 此时的和士开并未感到害怕 他甚至在盘算如何报复 御史台是高掩的势力范围 高掩直接没有走审判流程 直接将其诛杀 和士开是胡太后的情人 此次诛杀和士开 也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皇帝和太后追究起来 一大批人会遭殃 于是冯子聪鼓动高掩入宫 将高伟废掉 取而代之 高掩早就有此想法 在冯子聪的鼓动下 他带领三千士兵杀进了皇宫 冯子聪则假装不知情 回到了高伟身边 高伟对高掩密谋一事 全然不知情 直到大军杀到皇城 他才知道大事不妙 高伟派人前去讲和 高掩表示他无意谋反 只想清君策 如果高伟不打算怪罪他 就让陆令轩出来前来讲和 高掩之所以这么说 是想趁机杀掉陆令轩 陆令轩当然知道高掩的用意 便躲在高伟身后不敢出声 高伟见陆令轩吓得脸色苍白 不忍心让他出去 便让韩长鸾前去劝说 韩长鸾口才极佳 在他的劝说下 高掩居然打算 只身进宫面见高伟但被心腹刘僻强拉住 他告诉高掩 杀掉陆令轩母子前妾不可进宫 就这样双方在皇宫门前僵持下来 高掩虽然自命不凡 但他忽略了一点 自古以来 政变都是你死我活的 根本不存在和谈 时间拖得越久 变数就会越大 这也是高掩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地方 此时的高伟比高掩更加焦虑 毕竟宫外还有三千士兵随时待命 情急之下 他去请求母亲胡太后帮忙 胡太后告诉他 只有大将军胡绿光能力挽狂澜 让他赶紧派人去联络胡绿光 与此同时 高掩也意识到胡绿光的重要性 也派人前去拉拢 就这样 两方使者同时到了胡绿光府上 胡绿光虽然痛恨高伟不成才 但他毕竟是当朝天子 还是自己的女婿 于是他亲自来到皇宫 陪着高伟走出皇宫 胡绿光在北齐士兵心目中 是不可侵犯的战神 尽管胡绿光没有带随从 但叛军士兵在他面前 犹如双腿贯迁 根本不敢有丝毫冒犯 这一幕让高伟和高掩 同时看傻了眼 他们此时才知道 胡绿光在士兵心中的地位 在胡绿光的协调下 高伟用刀柄打了高掩一顿便作罢 但高掩身边的亲信 全部被斩首示众 就这样 一场剑拔弩张的政变被化解了 后来 胡太后得知 朱沙和士开示冯子丛的主意 便派人绞死了他 成功为自己的老情人报仇血恨 高掩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他整日过得战战兢兢 高伟也想杀掉高掩 但又不想背上杀地的恶名 后来 在陆令轩等人的密谋下 年仅14岁的高掩被杀 高掩的例子也再次证明 政变这条路一旦开始 就没有回头路 和士开死后 胡太后寂寞难耐 后来他与和尚谭县勾搭在一起 为了方便偷情 胡太后让谭县和其他小和尚 进攻的时候 假扮成尼姑 有一次 高伟遇到了这几个假扮的小尼姑 并被他们的美貌惊艳到 正当他掏出武器 准备临幸他们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是男人 高伟一气之下进行彻查 最终才使得胡太后的丑事曝光 此后 他们母子二人形同陌路 胡太后失宠后 缺少母爱的高伟对陆令轩更加信任 陆令轩趁机把足挺推上位 高伟封其为尚书左仆印 足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掌朝堂的盲人 自此之后 北齐朝堂彻底被一个奶妈和一个盲人把控 放眼整个华夏历史 这也是比较奇葩的 大将胡绿光对足挺掌权仪式非常不满 因为足挺人品非常低劣 胡绿光看不上他 此外 足挺掌权后 朝臣便开始向他归附 致使胡绿光的权力被削弱 胡绿光是武将出身 说话非常耿直 他曾在下人面前说过盲人掌国 国必破译 后来此事传到足挺耳朵里 他觉得 不可能和胡绿光站到同一个阵营 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 既然胡绿光不想和他同一个战壕 那就只能除掉他 除了足挺之外 陆令轩的儿子穆提婆 也和胡绿光产生了矛盾 穆提婆为了和胡绿光拉拢关系 主动提出来迎娶他的女儿为妻 但遭到拒绝 因为胡绿光觉得 穆提婆出身低贱 根本不配和他门当户对 此事让穆提婆很受伤 从此之后 对胡绿光恨之入骨 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足挺和穆提婆决定联手干掉胡绿光 但胡绿光家族根繁叶茂 是北齐除皇族之外的第一大家族 而且胡绿光在军中威望甚高 要想除掉他绝非易事 自古以来 要想离间君臣之间的关系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皇帝相信大臣要谋反 为此北周名将维孝宽送上了助攻 维孝宽一直将胡绿光视为自己的对手 他得知足挺和胡绿光之间不合时 派人在北齐民间散播一首民谣 其内容可以解读为胡绿光谋反 足挺听到这首民谣后 立即到高尾面前为其解读 在足挺绘声晦涩的描述下 高尾半信半疑 但高尾想到 此前胡绿光在皇宫外调解争端时 士兵们对他的敬重犹如神明一般 内心一阵寒意 如果胡绿光真的想造反 他真的没有应对之策 想到此处 半信半疑的高尾对胡绿光产生了防备 为了让高尾彻底相信 胡绿光密谋造反 足挺买通了胡绿光的参军 让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重提当初胡绿光 为了给将士们 情赏不肯解散军队的事情 此事犹如一颗惊雷 在高尾内心炸开 他本着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的原则 准备对胡绿光动手 为了除掉胡绿光 高尾以商议要事的名义 召他进攻 此时的胡绿光 还全然不知皇帝要除掉他 百年之身前往皇宫 结果一进攻 就被埋伏在左右的刀斧手拿下 胡绿光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 自己为之付出全部的国家 居然如此对待他 最终胡绿光被诛杀 享年58岁 胡绿光去世后 高尾又下令杀掉了他两个儿子 他家族中 其他担任高官的人员 也悉数被杀 至此 胡绿家族被满门抄斩 胡绿光的死 是一个很大的冤案 他的死也让 北齐的顶梁柱彻底坍塌 宫廷政变几乎贯穿着整个南北朝 北齐政变刚结束后不久 北周朝堂也发生了大地震 当初宇文雍上台后 就把朝政大权全都交给了宇文户 如今已经过去了12年 在这期间 宇文雍一直出人畜无害的样子 对此 宇文户也放松了戒备 宇文户觉得 一个人可以隐忍五六年 但绝对隐忍不了12年 但这就是宇文雍的过人之处 他用了12年来迷惑宇文户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除掉他 此时的宇文雍已经30岁 他觉得除掉宇文户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些年 宇文户三次罚旗均已失败告终 在治理内政方面 也未取得经验的成绩 相比之下 他的家属亲信 依仗他的关系 在国内作威作福 引起民怨沸腾 宇文户为了把控朝堂 用非常狠毒的手段打压一击 很多大臣对此敢怒不敢言 基于这些因素 宇文雍决定除掉宇文户 不过此时的宇文户 已经将亲信安插在各个核心岗位 要通过正常途径弹劾他 根本不可能实现 唯有趁其不备将其杀死 公元572年3月 宇文雍邀请宇文户 一同前去拜见太后 这种事情先前发生过很多次 对此宇文户丝毫没有怀疑 也没有防备 此时太后请宫内 只有几个宫女和太监 这些宫女太监 也都是宇文户的眼线 宇文雍趁其不备 用尽全身力气 将手中的御户 砸向宇文户的头部 宇文户已经58岁 宇文雍的奋力一击 将他打晕在地 一旁的太监健壮大惊 拿起刀准备砍向宇文雍 在外等候已久的宇文直跑了进来 将准备行凶的太监一刀毙命 然后再将晕倒在地的宇文户手机砍了下来 至此 把控朝堂15年的宇文户 彻底离开了人世 宇文户死后 宇文雍火速命令亲信抓捕他的党羽 将他们一网打尽 宇文雍仅用了一天时间 就除掉了宇文户 但这背后是长达12年的隐忍 宇文雍亲政后 一改之前 陆陆无为的性格 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去除宇文户执政时留下的弊病 北周开始迈入上坡路 宇文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皇帝 他一心想要统一北方 进而图谋天下 而南方的陈宣帝 陈虚也有一统天下之志 一直在寻找机会北伐 恢复南朝之前的版图 面对北周和北齐两个对手 陈虚进行了一番分析 他觉得宇文雍刚亲政不久 国内气象一心 士气正盛 不适合讨伐 而北齐在高战和高尾的破坏下 国内刚常败坏 加之胡绿光已死 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 于是他决定先对北齐动手 公元573年3月 陈虚任命大将军吴明彻为主帅 统兵十万北上伐旗 陈军一路势如破竹 连战连结 战报传至夜城后 高尾十分慌张 经过和群臣商议后 他决定派大将魏破胡 和南陈祥将王林出征 刚开始 齐军给陈军制造了一些麻烦 但在猛将萧摩赫的带领下 齐军被打的溃逃 几乎是全军覆没 魏破胡和王林最终只身逃走 陈军顺势占领了北齐大片区域 此时 北齐仍有能征善战的将军 他便是被称为 北齐三节的蓝陵王高长公 但高尾已经对他产生了猜忌 不愿意让他出山 此前高尾宴请高长公时 问他作战时为何如此英勇 高长公为了表忠心 说为了家里事 他愿意付出一切 高尾听后大惊 他觉得高长公把国事当作家事 说明有谋反之心 事后 高长公也觉得不妥 便开始疯狂贪污 以此来证明自己志在贪财 无意谋反 但这些都于事无补 高尾已经对他彻底失去了信任 如果高尾能够再次启用高长公 或许能力挽狂澜 继续为北齐续命 但他担心高长公会趁乱造反 于是打算除掉他 公元573年5月 高尾派人给蓝陵王 送去一壶毒酒 命其自杀 高长公自知难逃一劫 他仰天长叹 将毒酒一眼而尽 从此 世间再无蓝陵王 高长公的死 并未让北齐朝堂有一点悲伤 或者说 南臣大军来袭 根本与他们无关 此时的他们正在进行着内讧 而内讧的双方 就是祖挺和陆令轩 他们本是一个阵营的人 但因为利益分配 最终反目成仇 祖挺虽然人品很差 但他还是想成就一番事业 因此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汉臣 在他的主导下 汉人集团的势力不断做大 因此导致陆令轩 韩长鸾等胡人官员的不满 祖挺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过他没打算与陆令轩和解 而是与他们决裂到底 为了打击祖挺阵营 陆令轩开始以奶妈的身份 打动高伟 并获得了高伟的支持 在陆令轩等人的诋毁下 高伟最终罢免了祖挺 将他贬为被徐州刺史 随着祖挺被罢免 汉官集团也随之瓦解 陆令轩 韩长鸾等人开始垄断朝政 就在北齐朝堂沉溺于内斗时 南臣又拿下了军事重镇寿阳 寿阳失陷的消息传至夜城时 高伟和陆令轩等人丝毫不在意 陆令轩甚至表示 寿阳本来就是南朝的 还给他们也无可厚非 高伟在淫乱方面延续了高氏家族的传统 当初陆令轩费尽心思扶正的穆皇花 如今也到了失宠的地步 穆皇花为了重新赢回高伟的宠爱 将自己的婢女冯小莲献给了她 她本以为冯小莲会不负众望 帮她赢回高伟 结果国色天香的冯小莲 直接成为高伟的专宠 穆皇花彻底被打入冷宫 高伟自从迷上冯小莲之后 直接选择不上朝 对此一些大臣上书劝谏 高伟为了堵住大臣们的嘴 她将文武百官召集在一起 在群臣面前放了一张床 然后让冯小莲赤身裸体地躺在上面 搔手弄姿 此情此景让群臣看得口水直流 高伟健壮大喜 她告诉文武百官 如果你们拥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还有时间上朝吗 对此大臣们无言以对 自此之后再也没人劝谏高伟 在南臣伐旗这段时间里 宇文雍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不过他并未急于用兵 而是一直将精力放在治理内政上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北魏末年 全国寺院多达三万多个 僧尼超过三百万人 到了宇文雍时代 佛教发展势头更加猛烈 当时北周国内 一些僧侣为了建寺庙 占领耕田 极大破坏了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 僧侣可以免除税负 因此当时的和尚们都负得流油 宇文雍并不迷信佛教 他发现佛教不但对国家没有好处 反而成为国家的蛀虫 遂下定决心灭佛 当时一些和尚拿因果论来恫吓宇文雍 说他此举会触怒佛祖 将来会下地狱 对此 宇文雍呵呵一笑 在他的强制干预下 北周境内的佛寺和道馆都被捣毁 所有和尚与道士都被强制还俗 寺院财产全部冲入国库 这次灭佛运动 便是著名的北周五帝灭佛 此次灭佛也遏制了中国成为宗教国家的势头 同时也让北周增加了大量劳动人口 使得国力大增 经过三年的历经图治 北周已经具备一统北方的实力 公元575年3月 名将维孝宽给宇文雍献上了著名的平齐三册 这份计策是维孝宽的心血之作 宇文雍看后大喜 他觉得是时候对北齐动手了 公元576年7月宇文雍正式下诏宣布伐旗 此次他调集了18万兵力 兵分六路前去讨伐 为了振奋士气 宇文雍亲自挂帅出征 为了严明军纪 宇文雍下令沿途禁止砍伐树木 踩踏庄稼 为令者杀无赦 起初北周大军进攻比较顺利 但北齐此前在与宇文太对峙的过程中 在边境上修建了大量坚固的城池 这些城池一手难攻 给北周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宇文雍急火攻心 结果一并不起 为了稳妥起见 最终宇文雍下令撤兵 第一次罚旗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兵败让宇文雍非常不甘心 经过一年多的修整 他打算卷土重来 公元576年10月 宇文雍再次率军御驾亲征 此次宇文雍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 一路稳扎稳打 很快到达了平阳城下 城内守军没有等到北齐援军 最终开城投降 就这样 平阳顺利落入北周之手 自北齐建国以来 北周都未曾打到过平阳 此事说明北周军队的战斗力十足 同时也说明 北齐已经彻底烂到根 平阳陷落时 高伟正在陪冯小莲在晋阳郊外打猎 听闻平阳陷落后 高伟急得直跳脚 他当即下令返回晋阳集结大军 务必夺回平阳 但冯小莲不肯返回晋阳 他想继续打猎 为了讨好他 高伟居然放弃反攻平阳 继续陪他打猎 拿下平阳后 宇文雍让大将梁氏燕 率领一万士兵留守平阳 然后让宇文县率兵六万 驻守在宿川一带待命 然后他率领大军班师回朝 宇文雍此举是在试探北齐 自宇文太时代以来 他们在与北齐交手的过程中 很少占得便宜 宇文雍此番想试探一下 北齐的战斗力 如果北齐能够夺回平阳 说明他们依然兵风强盛 需要进一步优化进攻策略 如果他们拿不下平阳 说明北齐已经彻底没落 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攻 高伟在陪冯小莲打猎的同时 他派出一支大军前去反攻平阳 此时 平阳内的北州士兵 正在和北齐发生激战 北齐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逐渐占得了上风 拿下平阳就在咫尺之间 就在此时 高伟派人给前方将士 下达了停止攻城的命令 之所以下令停止攻城 是因为冯小莲想过来 看一下攻城场面 高伟害怕战斗 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遂下令停止攻城 这等荒唐的命令 一般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但此事却真真切切地 发生在现实当中 在北齐停止攻城这段时间里 梁试验命令士兵们修缮城墙 加固防御攻势 后来冯小莲到达现场 但此时北齐将士已经泄了气 加之城内守军准备充分 最终没有拿下平阳 宇文雍得知此事后 认为北齐气数已尽 当即下令集结军队 浩浩荡荡杀向北周 当初北齐为了防御北周 在边境上挖了一条很深的壕沟 这条壕沟是阻碍北周 继续进军的最大障碍 正当宇文雍为此事发愁时 高伟犹如菩萨转世 给北周送来了温暖 当时高伟听闻北周大军 清朝出动时 准备下令撤退继续防御 但他身边的太监在他身边吹风 说北周大军只不过是指老虎 不用感到害怕 为了让北周感到害怕 应该将壕沟填平 方北周大军过来决议雌雄 高伟听完之后热血沸腾 随即下令将壕沟填平 并主动向北周发起进攻 宇文雍为了鼓舞士气 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 而高伟则带着冯小莲 躲在军队后面 欣赏战士们厮杀的场景 冯小莲没见过如此血腥的场景 因此吓得花容失色 怜香惜玉的高伟担心吓着他 当即带着他快马加鞭逃回了晋阳 士兵们见皇帝逃走 瞬间斗志全无 几个回合下来便全线溃败 宇文雍则下令全力追击 逃回晋阳后 高伟又做了一个极其离谱的决定 他将自己的母亲 胡太后和太子高衡等人秘密接到朔州 然后让安德王高颜宗全权负责晋阳的事务 随后他带着冯小莲也逃到了朔州 高伟想留在朔州观察局势 一旦形势不妙 就立马跑到突厥避难 大臣们得知高伟的想法后 集体跪下来 请求高伟留下和国家共存亡 此举非但没让高伟回心转意 反而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 当天晚上就打算投奔突厥 他满心欢喜地带着一帮随从前往突厥 结果走到半路 随从们全都四散而逃 高伟害怕路上遇到危险 又掉头回到了夜城 到了夜城之后 高伟宣召穆提婆前来商议对策 但此时的穆提婆已经向北州投降 并被宇文雍封为驻国 穆提婆投降一事 在北七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 当北州大军逼近晋阳时 北七将士们也纷纷效仿穆提婆选择了投降 而驻守晋阳的高延宗坚决不肯投降 一些忠于北齐的大臣 为了国家着想 集体拥立高延宗为皇帝 高延宗接受了这个提议 最终登基称帝 高延宗称帝后的第二天 宇文雍兵临晋阳城下 并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此次攻城一波三折 占尽优势的宇文雍 差点被高延宗反杀 好在宇文雍命大躲过一劫 然后又率兵反扑 最终拿下了晋阳 此番作战 宇文雍非常钦佩高延宗的斗志和决心 城破之后 他亲自为高延宗松绑 并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拿下晋阳后 宇文雍将城中美女和金银财宝分给将士们 经过短暂的修整 继续率军东晋 此时留在夜城的高尾 已经下破了胆 紧急时刻 他又想出一个高招 他下令让位于太子高横 就这样 年仅八岁的太子高横登基称帝 高尾此举 是想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高横身上 但大臣们都不是傻子 他们根本不认这个皇帝 眼看北周大军距离夜城越来越近 高尾又带着一家老小南下逃亡 准备投靠南臣 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灵机一动 又打算把皇位让给驻守迎州的人城王高阶 于是 让市中忽律孝卿 拿着善位诏书 前去迎州宣兆 结果 狐狸孝卿随即跑到夜城投降了北周 狐狸孝卿走后 高尾认为 皇位这个烫手山芋已经甩了出去 于是 又让自己的亲信高阿纳公驻守冀州 为他殿后 他则慢慢悠悠地赶往南臣 高阿纳公早就想投诚北周 为了换取高官后路 他决定拿高尾作为投名状 于是 他一边联络北周 一边给高尾传递假消息 说北齐已经开始反攻 胜利指日可待 让他慢点赶路 在高阿纳公的迷惑下 高尾最终在青州留了下来 等待齐军奏凯的好消息 但好景不长 公元577年正月 高阿纳公带着北周士兵来到了青州 将还沉浸在春秋大梦里的高尾抓获 随后 将他押送回夜城 随着高尾被捕 北齐各地纷纷上表归降 除了个别世代受恩于朝廷的将领誓死抵抗外 北齐绝大部分版图近归北周之首 当年4月 宇文雍携胜利之师返回长安 并大摆庆功宴 席间宇文雍让高尾跳舞助兴 以此来羞辱他 但高尾并未觉得受辱 反而扭捏着身体给大家跳舞 后来宇文雍封他为温国公 其他皇室贵族也均得到封赏 不过仅仅过了半年 有人举报穆提婆和高尾密谋造反 宇文雍下令将高尾和北齐皇族全部诛杀 包括高延宗 以高尾的品性 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造反 但他得此下场也实属不冤 至此 高氏一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高尾的母亲胡太后和他的妻子穆皇后逃过了一劫 后来他们两人被卖到青楼 对一般女子来讲 这等遭遇算是人生至暗时刻 但胡太后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他表示 当皇后没有做妓女舒服 因为每天都能接触不同类型的男人 宇文雍最后一次出兵 仅用了三个多月就灭掉了北齐 实现了一统北方的愿望 此事让南臣皇帝陈虚非常不满 他本想坐壁上官 等北齐和北周两败俱伤后 再坐收渔翁之力 但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他的预料 志在一统天下的陈虚 决定和宇文雍正面较量 公元577年10月 陈虚再次派大将吴明彻挂帅出征 并将徐州城团团围住 宇文雍派大将亡鬼前去救援 并大破陈军 吴明彻在撤退的途中 因为战船搁浅 被州军团团围住 此意陈军士兵几乎全部被俘 包括主帅吴明彻 此意让南臣损失惨重 陈虚不得不罢兵修正 此时宇文雍并未打算趁势扫荡江南 而是将目光聚集在塞北 他打算先拔掉突厥这个威胁 防止北州南下的时候 他们在背后搞突然袭击 宇文雍这个策略是对的 公元578年5月 宇文雍再次御驾亲征 兵分五路讨伐突厥 但大军刚出发不久 宇文雍突然得了重病 不得不班师回朝 宇文雍刚回到长安 结果就不治身亡 享年36岁 此时正是宇文雍的巅峰时刻 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 华夏大帝可能会早日完成大一统 上天给了宇文雍成为一代熊主的条件 但没给他足够的时间 宇文雍亲政后这几年取得的功绩 是很多帝王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天花板 宇文雍去世后 太子宇文雍继位 是为北州宣帝 此时宇文雍已经二十岁 完全有执政的能力 但他丝毫没有继承父亲宇文雍的雄才大略 从继位之初就透露着一股亡国之下 宇文雍从小就不学无术 宇文雍曾想过废掉他 但宇文雍剩下的几个儿子也都是雍才 无奈之下 只能继续让他做太子 宇文雍继位后 把父亲生前制定的战略抛在脑后 然后只做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在后宫淫乱 第二件就是清除异己 宇文雍继位后 将父亲留下的嫔妃全部据为己有 整日泡在淫乱窝里不肯出来 为了清除异己 他又以谋反的罪名 除掉了劳苦功高的叔叔宇文雍 宇文雍死后 他又杀掉了众臣王鬼 自此之后 他以为再也没有人能约束自己 便开始了疯狂的折腾 将宇文雍留下的政治遗产挥霍殆尽 公元579年2月 宇文雍决定传位于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雍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觉得处理朝政大事太花费时间 耽误他淫乱后宫 宇文雍有五个叔叔 为了防止他们前来劝谏打扰自己 于是将他们全部都赶出了京城 宇文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自掘坟墓 他以为除了宇文家族的宗亲 没人能威胁到皇位 殊不知他的岳父杨坚正在伺机而动 宇文雍一共策立了五个皇后 其中一个就是杨坚的女儿杨丽华 杨丽华和宇文雍感情深厚 在当皇帝之前 宇文雍非常听从杨丽华的话 做了皇帝之后 宇文雍便不再独宠杨丽华 有一次 杨丽华劝他将心思放在国家大事上 结果被宇文雍大骂一顿 杨丽华据理力争 宇文雍一气之下打算刺死他 后来 杨丽华的母亲独孤家罗跑到宫中 给宇文雍磕得头破血流 才救回杨丽华一命 不过自此之后 宇文雍对杨坚的态度大变 甚至扬言要灭了杨坚一家 喜欢淫乱的皇帝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命短 公元580年5月 宇文雍在位不到两年便重病不起 他自敢大献将至 便宣召自己最信任的三位宠臣 郑义 刘坊和炎之仪 进攻托付后世 他们三人到达时 宇文雍已经说不出话 此前宇文雍已经传位于太子宇文雍 但宇文雍年仅八岁 问题的关键在于让谁做辅政大臣 郑义 刘坊 虽然是宇文雍的宠臣 但他们是依附皇权的产物 在朝堂上没有根基 必须让有威望的人担任才行 这个人还需要和自己交好 才能满足自身利益 郑义平时和杨坚关系不错 为了自身利益 郑义决定在遗诏上写上杨坚的名字 让他做辅政大臣 写完遗诏后 郑义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杨坚府上 请求他入宫支持大局 他以身体抱恙为由不肯入宫 杨坚行事一向小心 虽然半个月之前 杨丽华已经告诉他 宇文雍重病不起 但此时的他不相信任何人 只有听到杨丽华前来报信才肯确认 此时郑义和刘坊基的团团转 因为诏书已经拟好 如果杨坚不肯进宫 他们俩就要遭殃 关键时刻 杨丽华派来了使者 说宇文雍已经病逝 杨坚听后 立刻穿上盔甲 带兵进入皇宫 就这样 杨坚掌控了京城禁卫军 此时杨坚等人仍选择密布发丧 因为宇文雍的五个叔叔 还在各地任职 为了消除威胁 杨坚以宇文雍的名义 召他们进京 然后控制了他们 一切安排妥当后 杨坚才正式对外发丧 然后根据事先准备后的遗诏 封自己为左丞相贾黄月 此时的杨坚虽然掌控了朝堂 但各地诸侯并不认同杨坚 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宇文太的外甥 玉池炯 玉池炯一生南征北战 在国内声望很高 无论资历还是战功 都要超过杨坚 而且他占据象州 冀州 营州 苍州等地 杨坚要想彻底控制北州 就必须消灭玉池炯 后来在李德林 高炯 杨素等人的辅助下 杨坚灭掉了玉池炯 随后杨坚又杀掉了宇文家族的五位王爷 彻底控制了北州 公元580年12月 杨坚被加封为隋王 赐家九西 享受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的待遇 这是权臣篡位的标准流程 此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杨坚登基称帝 年幼的皇帝宇文衍也明白这一切 杨坚为了名正言顺的登基 他派人在全国各地制造各种祥瑞 营造出一种新天子出世的迹象 充分做好铺垫后 杨坚准备篡位 公元581年2月 杨坚正式接受宇文衍的善让登基为帝 并改国号为隋 杨坚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 视为隋文帝 此时的隋朝仍未完成大一统 不久之后 杨坚决定对突厥动手 并一举拿下对方 彻底拔除了后方威胁 一切准备就绪后 杨坚决定南下荡平南臣 此时南臣的皇帝已经是陈淑宝 公元582年正月 南臣皇帝陈虚重病不起 三天后不治身亡 享年53岁 陈虚去世后 陈淑宝继位视为陈后主 陈淑宝的登基之路比较凶险 他的弟弟在陈虚灵救前 趁其不被想要杀他 结果因为刀子太顿没有成功 大难不死的陈淑宝觉得人生苦短 要及时行乐 因此登基之后便开始淫乱后宫 为了更加专心的淫乱 他把朝政交给了太监来处理 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六年 南臣百姓在内外疲蔽的重压下 已经彻底麻木 只带一声巨响 打破这个麻木的状态 公元588年 面对精疲力尽的南臣军民 杨坚认为 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于是 下诏列举了陈淑宝20条大罪 散步到江南一带 点燃民众心底的怒火 紧接着又派出八路大军 合计五十万 浩浩荡荡地杀向南臣 前三路大军由杨坚的三儿子杨骏 和隋朝第二谋士杨素一起率领 从四川出发 顺江而下进击南臣 后五路大军由杨坚的二儿子杨广 任大元帅 高炯为元帅府长使 处理军中一切事务 韩秦虎等人则为大将军 从杨坚的人事安排来看 杨骏和杨广只是一个摆设 真正主事的还是杨素宇高炯 之所以派自己的儿子 担任名义上的主帅 实际上是为他们积累军功 为以后的继位做准备 以这样的阵容 对付支离破碎的南臣 可谓是手道擒来 信心满满 但就在杨坚准备下令出发的时候 李德林却病倒了 作为隋朝第一谋士 他是杨坚的主心骨 如果他不能随军前往 恐怕会生出变数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整军被捂这么久 不能因为李德林生病就停止 因此 杨坚还是下达了命令 在下命令之前 杨坚特地跑到李德林府上 询问破敌之策 李德林料定杨坚会前来询问 他早已准备好了计策 他把具体的作战计划告诉了杨坚 然后特别嘱咐道 中原地区已经分裂了太久 攻破南臣之后 一定要严肃军技 切不可放纵将士们烧杀抢掠 因为此后天下都是大随的天下 将士们抢的不是他国百姓 而是大随的百姓 如果还像之前那样 每破一城便大肆抢劫 江南不会安定 天下也会再次分裂 杨坚听后顿时醍醐灌顶 对李德林发出了由衷的称赞和佩服 然后把杨广叫到身前 下令严禁将士们 劫掠百姓 如有违法 就地正法 杨坚把能想到的地方 全部都想到了 如果这样都不能取胜 那他只能认命了 得知隋朝派出五十万大军前来讨伐后 南臣国军陈淑宝大惊失色 慌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 对此有大臣提议 应该立马让太子率军到前线增援 以防前线溃败打击士气 对于这个提议 陈淑宝也是认同的 但南臣宰相施文庆 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他认为 皇家祭祀的节日马上就到了 皇帝去南郊祭祀之时 需要太子率领大军沿途跟随 以此来彰显国威 如果把太子派到前线增援 则会让皇家威严受到损失 施文庆的这个提议 让一向荒淫无道的陈淑宝 听了都感觉不靠谱 他说 可以先让太子领兵到前线支援 如果没有战事 到时候再调回来即可 施文庆解释道 如果来回调动军队 会让对方感觉南臣国力空虚 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逻辑 如果放在阳间那里 肯定会被嗤之以鼻 但陈淑宝居然被施文庆说服了 他认为 在敌人面前丢掉面子 要比被动挨打更严重 为了进一步安慰自己 陈淑宝表示 帝王之气全部汇聚在江南一带 当年北齐和北周数次大军压境 最终都大败而归 此次随军也会一样 但陈淑宝没想到的是 当年抵御北齐和北周的皇帝并不是他 待陈淑宝表完太后 又有大臣进行附和 他说 长江是一道天险 随军根本无法渡河成功 边关告急的战报 很有可能是边阵将领为了建功立业 而谎报军情 他劝陈淑宝不要担心 安心淫乱后宫即可 如果不是史书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记载 谁也不能相信这样的对话 会出自帝王和大臣之口 已经烂到根的南臣 已经进入灭亡倒计时 公元588年12月 杨素率领的八万大军 从信州出发直奔宜昌 信州西部为四川盆地 宜昌东部为江汉平原 从东往西打 只要拿下信州 整个四川盆地就基本无险磕首 从西往东打 只要拿下宜昌 整个湖南湖北 便基本无险磕首 但两城之间的200公里 却非常难走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峡 两边全是高山峻岭 中间水流极为湍急 南臣能在乱世中屹立不倒 长江天险功不可没 南臣在三峡内设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设在了狼尾滩 这里水流湍急 一手难攻 南臣将领七星率领百艘战船在此驻守 攻破第一道防线的重任落在了杨素身上 他来到狼尾滩勘查地形的时候 将士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不知如何拿下这道关口 经过一番思考后 杨素决定采用夜袭的方式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 战船在水流湍急的江面上行走 白天都会发生意外 夜里行船肯定更加显向还生 如果被敌军提前获得情报 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但杨素向来不走寻常路 他只追求结果 不在乎士兵们的性命 只要能拿下狼尾滩 牺牲一些士兵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种大胆冒险的决定 给杨素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在南臣军队始料未及的情况下 杨素顺利拿下了狼尾滩 由于臣军事先没有任何准备 士兵们几乎全部被俘虏 只有守将七星带着几个亲兵侥幸逃跑 就这样 杨素齐开得胜 轻松拿下了狼尾滩 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 杨素夜袭拿下狼尾滩后 消息很快便传到宜昌城内 他们听说过杨素的残暴 一时间人心惶惶 还未开战便乱作一团 此时城中大部分官员 都在忙着搜刮百姓 身在乱世 官职都是虚患的 只有金银财物才能给人安全感 南臣守将吕中素健壮 也让仆人清点家底 然后把士兵们都召集在一起 让侍卫们把钱财都分给大家 侍卫们不知吕中素是何意图 没敢上前动手 吕中素健壮 亲自带头把钱分给了士兵 然后告诉大家 宜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做士兵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 但如果大家想做逃兵 就拿着财务走人 他打算与这座城池共存亡 吕中素在能跑的情况下选择留下来 并将财务分与众人 不得不说 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 将士们见自己的主将 都打算抵抗到底 也决定守城到底 军心稳定后 吕中素率领一万名士兵 亲自来到前线坐镇指挥 他采取了铁锁横江的战术 命士兵在长江两岸的石头上凿孔 把铁锁横在江面上 阻挡随军顺流而下 与此同时 他还准备了很多抛石机 准备用大石头将随军的水尸击沉 一切准备就绪后 只等杨素前来自投罗网 狼尾滩之战得胜之后 杨素率领水军继续东下 大小战船铺满了整个江面 威风凛凛 下面的人也开始吹捧杨素 说他是长江战神 杨素虽然比较理智 他也经不住底下人拍马屁 况且 他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因此变得有些飘飘然 自古以来 骄兵必败是个破不了的局 怀着这样的心态 杨素不自觉地进入了 宇忠素的陷阱 看到随军前来 宇忠素先派了小谷部队不断袭扰 并且故意战败 此刻 杨素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 命人不断追击 当随军前锋到达西陵峡口的时候 才发现了横跟在江面上的铁锁 以及两岸无数的抛石机 但为时已晚 此刻随军向前进 有铁锁阻拦 向后滑 水流湍急 一时乱作一团 宇忠素命令万石齐发 一个多小时的混乱之后 原本惊奇招展的江面 恢复了平静 随军先锋两千人 全军覆没 战报传回后方 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杨素 非常恼火 气急败坏之下 他竟然不管长江两岸的险峻 以及敌人士气正盛 仍然下令攻打两岸迎战 结果可想而知 随军从588年12月 一直打到次年1月 在四十多天内 死伤五千余人 被俘一千多人 竟然没有任何进展 至此 随军已伤亡近万人 但仍然被困于三峡之中 连宜昌的影子都没见到 吕忠素 只是那个时期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在史书上也只是寥寥数笔 和浓墨重彩的杨素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但就是这样一位小人物 成为杨素迈不过去的高山 从之前的达西长茹 到现在的吕忠素 很多次战役证明 没有不能打的士兵 只有不会带兵的将军 战斗僵持到这个阶段 随军士气越来越低落 南臣军队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随军虽然攻不进来 但南臣也很难打出去 只要随军不退 他们就只能归缩在城内 为了继续打击随军的士气 吕忠素做了一个比较残忍的举动 他在随军阵前 把一千多名随军俘虏的鼻子 全部割了下来 想用这种方式下退杨素 但这种方式 在残忍的杨素面前 只能算是小儿科 以善杀闻名的杨素 面对这种挑衅 保持着出奇的冷静 并没有杀害南臣俘虏作为报复 吕忠素这个举动 没能震慑随军 反而激起他们心中的愤怒 这些俘虏中 有的是随军士兵的亲兄弟 有的是他们的至交好友 还有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好战友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种虐待战俘的方式 瞬间点燃了随军心中的怒火 很显然 杨素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杨素强忍着愤怒 把将士们召集在一起 在三军面前 发表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讲 并擅自做出决定 先登上城墙者奖励千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加之心中的愤怒 在双重激励的作用下 随军士气大震 随后 杨素又组织了一次进攻 随军像发了风一样冲向对方 南臣将士们 本以为随军会被吓破了胆 没想到 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 面对杀红了眼的敌人 内心产生了一丝恐惧 慢慢地 这种恐惧 在陈军将士间蔓延开来 经过几天几夜的血战 南臣终于支持不住 两边迎寨都被随军攻破 随军破城后 杨素下令不准杀俘虏 并将他们悉数放回 这是杨素齐高一招的地方 他要的不仅仅是城池 而且是人心 他用这种举动告诉对方 他虽然以残暴著称 但只在战场上残暴 放下武器后便可免死 吕中素兵败后 选择了后退 打算用战船和随军水师 一绝高下 在出征之前 杨坚命人制造了很多武牙战舰 长约55米 高十几米 分为五层 前后左右设置了六个巨型拍杆 利用竹子的弹性 拍打对方战舰 在这种巨型战舰面前 普通小船基本上一击击碎 在武牙战舰面前 陈朝的战船显得格外渺小 杨肃派出一支精锐 驾驶着武牙战船 大破吕中素的水师 吕中素眼见要全军覆没 紧急下令撤退至江夏 与南辰水军大都督周罗侯 兵河一处 集结了三万大军 准备与杨肃决议死战 就在他们做好誓死为国的准备时 后方传来一个消息 南辰皇帝陈淑宝已经投降了 陈淑宝之所以选择投降 是高炯率领的大军 在前线一路势如破竹 贺若碧 韩秦虎 各领两万大军 分别从广陵和合肥触发 对南辰发起了进攻 贺若碧在出发之前 在江边放了几十艘残破的战船 让对方误以为 随军水师很破败 没有渡江的能力 然后要求士兵们在换防的时候 每次都要雷鼓摇旗 制造出一种大举进攻的感觉 贺若碧此举又是一招狼来了 起初 陈军健壮还会加强一下防御 但迟迟不见 随军来攻便放松了警惕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后 贺若碧见时机已到 于正月初一荡天率军渡江 直奔南朝国都建康 并于五天后拿下了镇江 距离建康仅一步之遥 韩秦虎也选择在正月初一荡天发兵 他趁对方举家团员之际 新率五百名赶死队偷偷渡江 出人意料的是南陈守军居然各个喝得鸣鼎大醉 不战而降 于正月初七就拿下了采石 在得知贺若碧已经拿下镇江后 韩秦虎也马不停蹄地直奔建康 争夺破陈的头功 前线战事如此激烈 而此时的陈淑宝却在皇宫里与自己的爱妾陈丽华愈生愈死 丝毫没有察觉到战事紧张 一直到正月十五 隋军逼近建康城下之时 陈淑宝才发现隋军真的打来了 看来并不是前方虚报消息 形势危急之下 陈淑宝穿上衣服 连夜召集群臣前来商量对策 南陈大将萧摩赫表示 隋军长途奔袭 此时必定人困马乏 他愿意率领大军主动迎战 定能将其击败 萧摩赫话音刚落 另外一位大将仁忍中却认为 此时隋军士气正盛 不能主动出击 要选择兼臂青野的政策 等隋军的粮草耗尽 就能不战而胜 陈淑宝作为一代白痴 认为两人的说法都有道理 拿不定主意 于是朝堂上的大臣们炒成一团 此时善于溜须拍马的恐犯 站了出来 他恳请陈淑宝立即同意发兵 他自己愿意像斗县破匈奴那样 为南臣建功立业 斗县确实是一位军事能力很强的人 但同时也是一位手段卑劣的小人 孔范只学到了斗县的卑劣 没有斗县的军事才能 陈淑宝以为 孔范有破敌之策和领军之能 于是 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立刻派出孔范 萧摩赫 仁忠 卢广达等人率领六万大军前去迎敌 准备先击败离建康最近的贺若比 然后再一鼓作气拿下韩清虎 此时的贺若比只有八千士兵 面对南臣六万大军没有必胜的把握 正当他为破敌之策发仇的时候 南臣军内突生变故 萧摩赫在阵前突然得知自己被绿了 而且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 正是南臣皇帝陈淑宝 作为一代名将 萧摩赫领兵打仗时经常身先士卒 也立下过赫赫战功 在军中的威望甚高 作为血气方刚的汉子 很难接受自己的老婆和上司出轨这种事情 萧摩赫本打算为南臣鞠躬尽瘁 即便赢不了 也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当他得知陈淑宝把他绿了之后 满腔热血瞬间变凉 转身选择了向韩清虎投降 陈淑宝派出的四个人当中 只有卢广达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和随军作战 人中早早地投降了韩清虎 恐犯更是个纸老虎 只会嘴皮子功夫 在打仗方面一窍不通 虽然卢广达抱着必死的决心 但此时的南臣已经支离破碎 士兵们无心恋战 在赫若毙的攻击下 立刻兵败如山道 赫若毙马不停蹄地往健康赶去 想把擒拿陈淑宝的手工揽在怀里 当他来到皇宫时 却发现韩清虎早已杰族先登 当初仁中向韩清虎投降的时候 为了表示忠心 他让韩清虎带领五百人 陪他前往朱雀门招降 手下人都劝韩清虎小心背后有诈 但他决定冒险一试 不想把投工让给赫若毙 于是大胆前往 幸运的是 韩清虎赌队了 当仁中来到健康城下时 他告诉守城的士兵 南臣气数已尽 没必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守城将士见仁中已经投降 也纷纷放下武器 出门归降 就这样 韩清虎抢在贺若墙之前 闯进了皇宫 俘获了皇帝陈淑宝和皇后张丽华 正月二十二 杨广率领大军进入健康城 命令陈淑宝招降各地的守军 此前抱定必死决心 和随军一战的吕中肃 周罗侯等人 虽然极不情愿 也只能迫于无奈选择投降 至此 华夏大帝结束了三百年的战乱 再次迎来了大一统 从杨坚下令出兵讨伐开始 到陈淑宝宣布投降 这个过程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是时间太短 才让人们觉得 随朝的大一统来得太简单 殊不知 杨坚为此足足准备了八年 这期间 他对内推动改革 对外评判突厥 大胆启用了一大批人才 才最终拿下南臣 实现大一统 从客观角度来看 他的功绩丝毫不亚于刘邦 在这个过程中 他对不起的只有宇文家 但他对得起天下 随着南臣灭亡 持续169年的南北朝宣告结束 在这期间 宗氏 外妻 权臣 外族 门阀世家相继登场 为华夏历史奉献了精彩绝伦的一幕 但精彩绝伦的背后代价 是百姓和普通将士们的 累累白骨 然而 历史不会记住普通百姓的名字 只有王侯将相才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 无论哪个历史时期 普通百姓只是王侯将相们的垫脚石 直至今日 为普通百姓发出的感叹 只有一句 星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连股 无论 乃 死 无论 无论